大连和烟台之间虽然直线距离只有150公里 但是却隔着渤海海峡 让两地来往非常不便 这就很多人疑惑 为什么不修建一座跨海大桥呢 烟台和大连的直线距离是150公里 如果开车的话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 但是沿着渤海湾进行绕行的话 有1400多公里 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两地直接也可以直线通行 那就是通过轮渡 并且烟台和大连之间还有一条铁路 就是烟大铁路 只不过这条铁路也是通过轮渡转运的方式 通过轮渡的方式虽然可以达到直行的目的 但是由于轮渡一方面需要上下装卸特别浪费时间 而且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 渡海轮渡有可能会面临停航 所以也是十分的不便 那么介绍跨海大桥的话 我国是否有经验呢 我国目前已经有五座建成通车的跨海大桥 分别是广东镇江的镇江湾跨海大桥 山东青岛的胶州湾跨海大桥 以及浙江的舟山跨海大桥和杭州湾 还有最新建成通车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那么拥有这么多的跨海大桥的建设经验 可不可以建设一个渡海跨海大桥呢 这样就可以像港珠澳跨海大桥 连接广东珠海香港和澳门一样 连接大连和烟台 不仅能够降低交通运输的成本 还可以促进还渡海地区的经济交流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但是令我们遗憾的是 国家并没有建设渡海跨海大桥的计划 我国有修建跨海大桥的丰富经验 港珠澳大桥 杭州湾大桥等 无一不展现我国基建实力 那为什么山东与辽宁之间 不修一条跨海大桥 方便连人员来往呢 首先介绍跨海大桥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是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和讨论的 最先需要论证的就是 渤海湾是否适合修建跨海大桥 但论证的结果却是 渤海并不适合修建跨海大桥 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跨海大桥的修建 很可能会处于地震带上 因为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弄清楚地震的具体原因 和发生地震的时间 所以无法排除建设的过程中 和建设完之后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在地震面前 钢筋火泥土的桥墩也是可以被摧毁的 而且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发生在附近 第二就是渤海湾属于温带季风气候 风高浪涌十分不利于施工 如果遭遇风雪天气就更难施工了 如果一年没有几天时间可以施工 这样一座跨海大桥要建到什么时候 第三个原因就是渤海湾 有众多重要的港口码头 大型货轮来往频繁 且不说建设是会影响船舶的正常航行 阻碍经济发展的 如果有货船不小心撞到桥墩 就会酿成重大的事故 最后的原因就是基于经济因素 和时间成本的考量 我国现在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州澳跨海大桥的全长是55公里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这前后花了8年的时间 要知道烟台到大连的直线距离有150公里 建设跨海大桥就是港州澳跨海大桥的三倍 至少需要24年的时间 从花费上来看 可能比港州澳大桥的1000亿多三倍还不止 因为渤海湾的深度能达到85米 建设一个桥对比建水一栋摩天大楼还费材料 渤海湾无论是从地理优势还是自然环境 以及经济实力考虑 都是不太适合建设跨海大桥的 那么烟台和大连之间 就永远不能实现直线通行吗 在渤海湾大桥的论证阶段 面对船舶的通行问题 有人提出过学习港州澳跨海大桥 使用一段时间海底隧道 为船舶开辟出一条水上通道 既然其他多项原因造成渤海湾不适合建设跨海大桥 那么可不可以全程都使用海底隧道呢 这样就可以不用建设大桥 也可以让烟台和大连之间直接通行 那么建设海底隧道可行吗 我国虽然也有建设过多个海底隧道的经验 但是毕竟两地之间的距离过长 还有复杂的影响因素 但相比于建设跨海大桥 建设跨海隧道虽然也非常复杂 相对来说还是有可行性的 参照英国和法国之间英吉利海峡隧道 全长有51公里 并且建设了三条平行的隧道 1978年开工建设 1994年就完工通车了 所以结合现代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 以及我国基建框木的称号 建设跨海隧道也不是不可行 并且现在建设跨海隧道的方式 不同于建设桥梁 不需要建桥墩 只需要在陆地上建设好一个一个的海底隧道预制模块 然后用大的舶船装运到对应的地点 沉入海底进行对接就可以 主要的工程难度就在于对接 但是从我国建设的港珠澳大桥中段的隧道来看 已经掌握世界先进的对接技术 可以做到分毫不差 通过这种方式 在建设时就可以极大减少对船只航行的影响 建设好后完全不影响船只的航行 其次由于海底隧道的模块组件 是在陆地场地预先做好的 所以不受天气的影响 只要寻找良好的天气条件进行组装即可 虽然这样的方式也需要高昂的花费 但是时间成本还是可以得到节省的 并且一旦建成海底隧道 不仅可以带动两地的经济发展 还可以带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共同发展 对真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有益处 想起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升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渤海湾上 有一条连接南北海底隧道 在地图上 感谢观看